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国产的恐怖片《青眼》 影片一开场 男主人公郝冬晚上下班回家 在乘坐电梯的时候 电梯突然出现了故障 鬼一看机会来了突然就窜了出来 伴随着刺耳的恐怖音效 郝冬当时就吓咬 郝冬开着车往家走 他打开收音机 从里边传出了心理节目主持人伊凡的声音 伊凡说有一个网友在帖子下面留言 说自己长期的失眠 而且他觉得失眠是会传染 郝冬回到家 打开了从老家寄来的信 里面有几张照片 照片是他之前回老家参加姥姥的葬礼的时候拍的 紧紧搂着他的 是他在老家交出的舅舅 睡到后半夜 一些奇怪的声音突然冒了出来 他转移到沙发上继续睡 可还是睡不着 他来到阳台 看到对面楼上的白衣女孩也还没睡 郝冬偷窥这个女孩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对女孩的生活习惯是了如指掌 甚至于女孩下一步想干什么 他都能猜得出来 要说这女孩的心也够大 两栋楼离这么近 可他从来不拉窗帘 我真怀疑他就是故意的 过一会儿女孩也来到了阳台上 当郝冬正看着起劲的时候出事了 一个不速之客突然把白衣女孩给扔了下去 郝冬一直追到楼下也没看到凶手 他来到女孩坠落的地方 也没看到女孩的尸体 保安说大万一呢你瞎折腾什么呢 郝冬说25楼B座的女孩被人给谋杀了 郝冬说25楼B座根本就没人住 钥匙还在管理处 那郝冬能相信吗 非得让郝冬带着他去看 保安打开门 郝冬进去一看就梦圈了 这屋里显然不像是有人在住的样子 看到这儿我觉得大部分观众都知道怎么回事 肯定是幻觉啊 要不然就是在做梦 闹鬼是不可能啊 这辈子都不可能闹 果不其然 刚才发生的事还真是这哥们做的一梦 梦里的那个电台的心理节目主持人 一凡居然还是他女朋友 一凡说做梦其实就是人生的一种阅历 时间久了 你就会忘掉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接着一凡又问起了郝冬梦里的那个白衣女孩的事 郝冬一听就来了惊人的 说我给那个女孩请叫月光啊 我们俩很有默契 自要是我失眠的他肯定睡不要觉 郝冬是越说越激动的 一凡说冲动是魔鬼啊 你还是接着睡 转场之后 郝冬乘车回到了老家九里村 刚进村就下起了雨 很快就把这哥们临成楼藏机了 郝冬的舅舅在老家的一个小学当老师 一把年纪了也没成个家 不知道这哥们脑子里到底怎么想 要说这鬼也挺执着的 郝冬走哪跟哪 跟狗屁高耀似的沾上 两人晚上吃完饭 刚从房馆出来 正好遇见了老村长和张培 老村长说 你小时候有一次经了风 口吐白沫腿脚抽筋 是你大舅连夜把你送到行业院 你没事多回来看看你大舅 在回去的路上 郝冬说大舅 你得抓紧时间娶个媳妇 大舅说女人都是来讨债的 他们想跟你好的时候 什么欢迎巧语都说得出来 郝冬说你是不是被女人伤害过 这下可戳到了大舅的痛苦 大舅说别胡说八道了 赶快回去睡觉 睡到后半夜 郝冬被某种神秘的东西 指引着走出了家门 然后跟着一小孩子 来到了一破房子前 他顺着缝隙往里面一看 看到一女孩刚洗完澡正穿衣服 本来看着像一爱情片 可没想到画风突然一变 又改成悬疑惊悚来行 郝冬突然从唐一厂做起 原来又是一场噩梦 一凡说刚才你在梦里 说的九里村的那些事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 郝冬说大概一个月之前 我回九里村给姥姥办丧事 回来的时候我从老家 带回来的一些小时候的旧东西 从那天起我无意中发现 对面楼上居然住着 一个这么给力的女孩 两人正聊着呢 郝冬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了一些破碎的画面 一凡说这个叫月光的女孩 也许你前就见了 只是你一时想不起来而已 人有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 会选择忘掉一些事情 或者改写一些记忆 接下来郝冬又开始回忆 在她小的时候 村外的破词堂 被征用为乡农客栈的观察点 有一天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 男的是被乡里派来指导撒药水道 女的是她的老婆叫洛小月 喜欢穿一身白色的滴血量裙子 这男的平平无期没啥好介绍 关键是这位洛小月 长得花容月貌 红提头俊俏 村长老袁和张会计是文风而动 尤其是村长老袁 激动的是浑身发抖 拽着洛小月久久的不肯撒手 村长的弟弟袁二对洛小月 也是一见中情 激动的把拖拉机都开到沟里了 这一天 洛小月的老公正在检查水质的时候 突然就中店领了喝饭 袁二一看机会来了 晚上喝了点酒就来到了洛小月的窗外 当他正偷看洛小月洗澡的时候 不幸被洛小月给发现 这哥们刚想撒死聊被洛小月的叫路 袁二说我是真喜欢你 哎呀 这明显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洛小月忍无可忍 说孙子你家赶快过滚 而这一幕刚好被两个村民给看到 第二天的一早 两位大姐来到洛小月住的地儿 进屋一看 发现洛小月已经领了喝饭 把这俩姐们吓得是花枝乱颤 村长老袁急忙召集大家看了一碰头回 老袁说太不强化了 我们一定要找出凶手 不仅要就地枪毙 还得往他身上吐口水 乡派出所所长老胡说 昨晚上都有谁见过洛小月啊 这个时候 头天晚上目睹洛小月和洛小月争吵 两个村民站了出来 村民说 昨晚上我们看到洛二喝醉酒 在洛小月门口啥酒疯 村长老袁一听也有点懵 警察们来到洛二家 发现洛二因为精神崩溃已经彻底疯了 警察在洛二的家里 找到了一双鞋和一把柴刀 疑似是做案时的工具 这个时候 洛二突然推开警察仨子就撩了 可刚跑出去没多远就被警察也问了 洛二说 哥呀 你得替我做主啊 人真不是我杀的 由于凶手十分狡猾 加上当年的办案手段也比较落后 这件案子至今都没有破 义凡说 这个月光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洛小月啊 在好冬的记忆中 有很多当年破碎的片段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 他无法把这些片段拼接成一条完能的逻辑链 为了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一凡陪着好冬回到了九里村 打算唤起好冬的记忆 查出真相 把凶手生之一法 两人刚进村就撞见了村长的弟弟袁二 此时的袁二已经成为了一名 货人价值的精神病患者 见过大舅之后 两人拿着钥匙回家 好冬说我大舅年轻的时候 意表人才 据说在吃砖的时候 感情方面受过伤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成家 两人来到已经退休的 相派出所所长老胡的家里 两人说明来意之后 老胡说其实我是个神探的 骆小月的案子 是我唯一没有破的案件 一凡说好冬有一些记忆 说不定可以帮你啊 老胡拿出了骆小月案件的卷宗 老胡说我干了一辈子的警察 就做了这么一件违反纪律的事 如果凶手不是袁二 那到底会是谁呢 这个时候电影开始闪回了 出事那天晚上 被骆小月赶走的袁二 再次来到了骆小月的住处 当他掀开被子 发现骆小月已经惨死在了床上 袁二当时就疯了 虚晃一照啥子就了 老胡说这些年 我一直在观察一个人 那就是村长老袁 我发现每年骆小月的继承 老袁都会去给骆小月上校 而且嘴里还念念叨叨的 说对不起骆小月 我不是故意 晚上好冬拿着手电筒 刚要出门 被大舅给叫了 大舅说你女朋友长得不错呀 不过我看我像了 你们俩撑不了 好冬在村子里瞎悬磨的时候 脑子里那些破碎的片段 越来越清醒 他隐隐地看到一个人 把柴刀扔到了井里 要说这井里的宝贝可真不少 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很快警察从井里 果然捞出了一把柴刀 这把柴刀 正是杀死骆小月的那把凶器 晚上好冬和一凡在一起闲聊 好冬说跟你在一起 我总觉得是在做梦 一般说梦如果足够真实 谁会分清梦和现实的区别呢 到了后半夜 凶手摸到了好冬的屋里 准备把这个大麻烦给除掉 经过一番肉搏战 好冬和一凡把凶手给打跑了 第二天那一早 村长召集大家又开了一碰头会 村长说 昨晚上想杀好冬的人已经被认出来 我们再给他最后一次 投完自首的机会 这个时候老胡突然跳了出来 说你为什么每年都去给洛小月上坟呢 而且我还听说 当年你一直想把洛小月 调到你身边做快 不过人家老公一直没同意 出事之后 你还找医生给你弟弟袁二 出具了有精神病史的证据 村长说袁二他从小就有电弦 这全村人都知道啊 攻击完村长 老胡又把矛头指向了好冬的大救 老胡说 你是我们县石砖七九级的老校友 巧的是 洛小月也在咱县的石砖进修过幼儿师范 你们俩不会早就认识了 这凶手也沉不住气 一听说被好冬给扔出来了 第二天就打算坐着车逃走 老胡的这种饮蛇出动非常奏效 当场就把杀害洛小月的凶手张会计给扩握了 这张会计为什么要杀洛小月呢 原来出事的那天晚上啊 张会计到邻村的表弟家喝喜酒 回来正好路过洛小月家 他一想起村长要让洛小月顶替自己当会计 这气就不打移出来 这哥们借着酒劲就想飞离洛小月 被洛小月骂了个狗血喷倒 张会计一怒之下拿起柴道就把洛小月给砍死了 好冬在医院养伤的时候 突然看到房地上有一个女鬼 这哥们大叫一声从唐一上坐了起来 原来还是一场梦 一凡在送好冬离开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门上写着孟兰心理工作室的字样 这到底就是怎么回事呢 好冬在开车回家的路上 听到收音机里播播出一则新闻 说电台的心理节目主持人 一凡三天前遭遇了车祸 无幸撞了牺牲 警方初误查明 一凡是因为长期的失眠 在开车回家的途中坠入了山架 这怎么感觉越来越乱了呢 原来这个好冬啊 估计一直有竞争分裂 他平时最爱听一凡的节目 因此在跟心理医生孟兰交流的时候 把孟兰想象成了一凡 而且还把一凡设计成了自己的女朋友 住手说孟医生啊 他的情况是不是很复杂 孟兰说他的精神是剪不断理还乱 就像一团破毛线啊 除了月光 他还有另外一个幻想出来的女友 那就是一凡 因为好冬有修复记忆的需要 因此这个一凡一直诱导他 把一切都说了 其实好冬已经找到了真相 只不过他不愿意面对而已 虽然骆小月的案子查清了 但他老公的死却一直没搞明白 原来好冬的大舅和骆小月 果然早就认识 而且两人还好过一人 后来骆小月一听别脸把大舅给甩了 两人再次冲锋 大舅心里那根火死灰复燃 为了得到骆小月 这哥们把骆小月老公 垫瓶上的保钱给弄坏 导致骆小月的老公当场就会垫死 骆小月冰雪聪明了 很快就猜到这事是大舅干 把大舅给臭骂了一顿 大舅咽不下这口气啊 喝完酒之后 强行跟骆小月闷得闭 这一幕刚好被小时候的好东西看见 而骆小月被害的当晚 大舅也是凶手之一 张会计砍了骆小月之后 骆小月并没有死 这个时候大舅出现 骆小月老公的死是他一手策划 为了防止暴露 他用枕头把骆小月给捂死 而这一幕也正好被他外甥好东西看见 哎呀要说这凶孩子精神头是真好 整天大半夜的不睡觉 专门出来看他大舅干坏事 归根结底 这就是好东得病的主要原因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长得漂亮不是错 只怪人心太险了 没招谁来没惹谁 为何引来杀神话 这就是好东西 感谢观看